大家好 又到大師五間教路 昨晚美股就彈了一下蘋果出現的業績 比市場預期的好 但是它的業績留意一下 iPhone的銷量下跌了 iPad就頂上了 但是近期其實你看到 iPad的售價都有調整的 究竟可不可以下一季繼續維持著呢 當然要再看看未來出的新的iPhone 究竟會不會可以幫到手 但是你見昨晚美股彈了一下 力度也不是太高 開高了之後 美股都會升幅收窄 港股今天就順勢做一個反彈 因為市場有很多傳聞 最初就是講 沒有陰會跟劉鶴有話聊 貿易戰會有一個談判的可能性 市場也有點憧憬 在日本的人民幣晚上就彈了一下 但是今天又再跌回了 為什麼呢 因為特朗普再刮多 無音入巴 就是說 對於中國徵的關稅 可能稅率就會再提高 仍然都是貿易戰沒完沒了 去槓江那裏 之前上個星期我一直講的市場 就炒錯了 說中央什麼一錘定音 全面放水 找槓江 就是令去槓江名存實亡 諸如此類 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裡面 這次就是習主席出來講的了 講到明去槓江仍然是持住進行的 堅持去槓江的 當然了 究竟內地的政策是適度地寬鬆 找槓江還是繼續去槓江 只不過收到某一個階段 對實體經濟就會定向放一點點 但是肯定一件事 錢就一定下不了股市 也不要談到放水救股市 我想港股今天的表現也是告訴大家 反彈的力度不強 似乎都還要壓著下 看看這一兩天彈成怎樣 但是我自己暫時看 未必會淡得太高 因為阻力位已經下移到28,900 那些位 仍然都是看港股 要試下28,000 27,800才再算 騰訊股價也是 壓力是有在 雖然說350元是一些大位 這裏應該都會頂一兩天 但是頂完之後再怎樣走呢 始終都是走不過就是基本分析 騰訊的基本因素其實正在變 估值太貴 資金正在沽 那就看看底下 今次會不會試到384 或者305邊這些位置算是存定 但是我覺得起碼一件事 與其它薄反彈的 不如趁高估 就是騰訊離雞 我想向上的空間應該有限的 好嗎 好嗎 好嗎